美國直接在2022年用了釜底抽薪 這個辦法可以說是整個 美中貿易大戰的一個 另類高峰 如果大家詭異想還不錯的話 上一次的高峰是什麼時候 上一次的高峰是 加拿大的孟晚舟事件 能進入3奈米 2奈米和1奈米的 關鍵技術 關鍵設計 EDA給封住了意味著 美中貿易大戰正是從 硬碍戰略一路達到半導體大戰 美國在低島鏈 恐怕會完全捨不住的情況之下 這時祭出的是由太空戰 跟半導體戰 看起來像是一個經濟上的戰爭 我是歐崇敬 美中貿易大戰一路從華為的5G 連續打到第一島鏈 接著是打到了半導體 就在8月中的時間裡面 美國的商業部直接祭出重拳 這個重拳是直接打向 整個中國的半導體業 整個中國的半導體業 2000多家的設計 我先說的是設計 還不是製造端 設計端這邊 恐怕會有一半被給搞掉 或者叫倒掉 或者是客戶接不到 那出了什麼重拳呢 這個重拳是關於關鍵能進入3奈米 2奈米和1奈米的關鍵技術 關鍵設計 EDA給封住了 而且是相關的其他的物質條件 也就是周邊配備 只要跟3奈米 2奈米1奈米有關的相關製程 一律把它給卡掉了 這個卡掉意味著 美中貿易大戰 正是從印太戰略 一路達到半導體大戰 這個半導體大戰如火如土熱 就這麼的展開了 那這個展開會多久呢 我在這給大家 實實在在的做一個預測性的說明 它至少要打10年到15年 為什麼 來大家請聽 半導體我們說晶片 它的製程大小規格 大家知道是越小越精密 那麼從130奈米到40奈米 然後28奈米 然後到14奈米 這個區間 目前是中國主要所使用的規格 再往上呢 12奈米 10奈米 7奈米 這就是中國目前正在突破的範圍 然而啊 如果現在再往上 那就是5奈米 3奈米 2奈米 1奈米 這些主要就是英特爾 還有三星 以及台積電 所正在從事 而正在突破和發展和運作的 幾個半導體範圍 那麼美國之所以出這樣一個重拳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它堅決的不讓中國 在整個IC產業 在整個半導體產業 跨入 3奈米以上 甚至5奈米 它也努力的嚴防 那為什麼是卡在這呢 答案很簡單是 中芯 這一家著名的設計 或者IC公司 它本來就已經是國際實名 也是中國除了華為以外 最重要的 和整個半導體產業有關的企業 它和海獅啊 共同研發出來 或者用別種方法 獲取到7奈米的部分技術 目前呢 雖然只是用在於挖礦機 可是 畢竟他們真的已經 從14奈米直接突破到7奈米 中間越過了12奈米10奈米 這意思是 美國想要把它卡在14奈米之外 顯然是不可能做到 而且 再從2013年以來 也就是北斗系統發明 可以對上 美國的GPS 這就說明兩邊呢 已經正式進入了太空戰 這場太空戰 誰控制了天上的衛星 誰就決定了最後的贏將 為什麼 因為衛星還可以攻擊衛星 而且衛星可以籠罩在天上 也就是距離地表3萬公里以上 那個位置 誰也沒有辦法有效控制 因為那麼大的天空 可不只是雲端啊 那是外太空啦 3萬公里以上的地方 如果就直接 把你地面上所有事情給一覽無余 所有的動作都緊緊盯住的話 那不管在什麼戰爭 它是不是都可以置敵於萬里之外 答案是這樣 那麼太空戰 其實早就在2013年打開 那麼美國再加上它自己的通貨膨脹 還有它各種內部的失業率提升 使得它迫不及待 必須展開它的美中貿易大戰 這個貿易大戰 那白話文說就是搶錢大戰 一般而言過去美國啊 最多最多曾經快要占到世界 GDP總產值的一半 然而大部分時間它也都占了三分之一 可是現在啊 它可能已經降到四分之一 這就使得整個美國的生活條件 當然不斷的下降 可是 如果再往下跌 美國人可能就受不了啊 這個對於他們自身利益來說 不管是這些白人集團 或者是美國白宮的政治集團 他們都已經 用閩南語說叫動未掉了 他們沒有辦法享受原有的 整個報酬和它原有的福利環境 那得從別的地方把錢給挖出來 那誰在過去的20年裡面 把錢給移過去最多呢 仔細一看 毫無疑問是從2001年加入WTO的 中國了 而在這裡面 最關鍵它還能卡住的 請問是什麼 答案就是半導體 而且 直接好出手了又是什麼 答案是從EDA這個設計軟體直接出手 只要 控制住這裡 你沒有辦法伸展出高級的 尖端的晶片 那很多事你就不好辦了 觀眾朋友一定想知道 哪些事情要用到這種高級晶片 接下來 超越5G的6G 非用不可 那可不是7奈米可以解決的 而6G那一定比5G還要再快100倍 所以在6G到來的時候 請別懷疑 大概先進國家的車輛裡面 至少有三分之一 都可以是 無人駕駛 原因是 6G的精密度 要比5G還要再精密 這還不打擊 比人的反應 人腦的反應 也都要更精密 這種機械式的工作呢 尤其是開車這種 要眼聽市面 惡觀八方 那麼 毫無疑問 你都 一定 會在6G的範圍裡面被籠罩 好 那我們再看 下一個問題是 除了6G以外 還有什麼要緊的事 是這個高級晶片會籠罩的呢 答案是 潛艦跟第五代 逆中戰機 而這兩項關鍵的武器 當然是致命的 想要把中共 牢牢的困在第一島鏈 或者第二島鏈以內 那晶片 是這裡面的重中之重 剛剛我們已經說了 高級的衛星跟高級的整個 世界 一些 空中導覽系統 也就是它的北斗或GPS 就得用到這種高級晶片 那如果它沒有呢 如果它沒有 就形同於這個系統 毀滅了 或者是無效了 基於以上 這些關鍵的技術 或者是關鍵的 武器 那你說美國 能不出重手嗎 於是這個 半導體大戰 就這樣 從美國的商業部門打開了 這個商業部出了極大重拳 也就是說 它會明明白白的 寄出一大堆清單 而且呢 對準 是針對式的 告訴哪些公司 或者哪些國家 你就是不准用 那麼這樣我們來看看啊 目前為止 在這個高級的半導體列車 這站的是誰 首先 設計上是美國和英國 而實質製作上的 包含美國的Intel 台灣的台積電 還有呢 韓國的三星 那麼現在 這幾個國家 是不是必須 毫無選擇的抱在一起呢 你如果問股民 股民會超越藍綠紅 告訴你說 只要台積電能掙錢 半導體能掙錢 或者全台灣的 半導體列車可以繼續掙錢 他們當然啊 毫無疑問會站在錢的那邊 這就已經不是政治選擇的問題 而是新台幣 歸誰管的問題 可是這裡有一個 關鍵的環節我們漏了 因為台灣啊 對中國的所有的出口 在這裡面 光半導體的相關的半成品 就佔了七成 換言之我們依賴中國的經濟 35%裡面呢 有22%以上 是跟這個半導體製程有關 那難不得 台灣不要這個兩成多的錢了嗎 如果台灣少了兩成多的錢 我這樣說好了 台灣一整年 如果少掉兩千億美金 你認為台灣會不會動亂 或台灣的政府任何一黨當政府 誰能撐得住呢 這就會撐不住 那美國也知道 台灣這塊不可能放 那他用什麼辦法 他的辦法是 你可以給他 但是要給他低級的 也就是在7奈米以下 最好還盡可能控制在12奈米以下 這是美國的策略 那美國為什麼不得不放 12奈米以下或7奈米以下呢 我們只要看一件事情就行 就在8月初 中國三面包操 台灣海峽 巴斯海峽 公國海峽 這就證明了目前為止 中國他自己的海軍水力 跟他自己相關的工業製程 也包含 他在 航空母艦也好 或各種大型水平艦也好 所使用的晶片 是足以撐住的 那既然是這樣 他就只好往更尖端的地方去推手 這樣講好了 如果你從太空可以凌空探著 那他的大型水平機 你不就可以從太空 直接給射了個下來嗎 答案確實是是的 從太空的衛星 再加上 整個 軍事的高級GPS系統 這兩箱配合 美軍或許不需要拍 不管是雷根號或羅斯福號 或者是任何什麼號 他只要 空中的飛彈 凌牙探找的射出來 透過這種高端晶片 那你有多少大型水平艦 不也都會沒有用嗎 而在這裡 當然還有一個是 用衛星 癱瘓對方的衛星 這個意思是指 如果對方衛星也有這種政策能力 但是美國所擁有的 是更高端的 那麼就可以把對方的給 在太空中 直接癱瘓掉 那麼 上面的衛星 走不動了 下頭要往上連結的 不也就 沒法度了嗎 這確實是一個 釜底 抽薪的辦法 所以美國啊 在第一島鏈 恐怕會完全守不住的情況之下 這時祭出的是由太空戰 跟半島底戰 看起來 像是一個 經濟上的戰爭 看起來 不只是一些小晶片嘛 但是 攸關的是 巨大的事情 這個巨大事情 何以如此攸關 我前面已經給大家解釋了 它涉及到整個衛星體系 涉及到第五代逆宗 隱形戰機 又涉及到 超高音速的導彈 也涉及到 我們 整個 高級的人工智能 也就是 我們稱為 第五波公共革命的 強AI 機器學習 為什麼 因為只要 沒有高端晶片 這所謂高端晶片 就指 三奈米 二奈米 一奈米 只要這沒有的話 那你的人工智能 恐怕就很不智能了 為什麼要講人工智能 其實 大家想想知道 就是必須要跟人腦一樣 很work 很能夠 就表現出人的EQ 人的智慧 人的情緒 並且可以服務更廣闊 而不是指示 那麼簡簡單單的做 監督的工作 如此而已 這幾項 只要晶片它守住 不就全部守住了嗎 再簡單的說 另外一句話 它只要再把晶片 好好的 發揮它的專長使用 從太空攔截 各位啊 那麼 全世界任何地方的 其他大型水面艦 只要跟 美國不太友好的 它豈不是要從太空 飛一顆飛彈 而且是超高音速導彈 射向誰就射向誰嗎 大家知道 所有大型水面艦 跑得再快 都快不了太快 因為 那麼大的水面艦 它是不好調頭的 既然不好調頭 半導體 只要晶片守住 那請問 誰有它的辦法呢 這就是終須一戰 所產生的實質表現 2013年所說的終須一戰 終於在 現在的2022年 拉開全部的大門 你來到的是 天下大事於車 有什麼觀眾的問題 請大家 告訴我們 別客氣 老師有觀眾他問說 那為什麼要印卡三奈米 是一個數字 印卡三奈米 是一個關鍵的環節 因為這個三奈米 就像我跟各位報告的 剛才以上 以上幾項啊 重要的尖端武器 尤其尤其是 人工智能強AI 沒有用三奈米 那是別想做的 你是一個準備成長的人 但你的大腦一直停留在 五歲六歲 你認為會怎樣 這就是美國卡住三奈米 還有卡住EDA的設計之城 完全不可以流露給中國的 關鍵原因 他想讓中國變成是一個 長得大的身體 但是大腦沒有辦法跟進 2030年世代的一個大腦 那 中國原來有這麼多軟體設計人才 那個強AI和人工智能 以及 他的 機器學習 看起來就只好停擺 就會嚴重影響 IC產業 所以啊 美國直接在2022年用了釜底抽薪 這個辦法可以說是整個 美中貿易大戰的一個 另類高峰 如果大家回想還不錯的話 上一次的高峰是什麼時候 上次的高峰是加拿大的 孟晚舟事件 以及川普所發動的 五千多項的工業產品 被禁止 或者說關稅提高 而現在呢 他直接是釜底抽薪 讓這麼多的 IC公司 他直接 就無法運作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EDA 大家得搞清楚 它是個軟體 而這個EDA呢 大家如果稍微 上一下Google 就會發現 它控制的 它比人控制還多 從監控 到生產 到輸出 到列印 都需要這個EDA 所以這個軟體啊 它只要一把你卡住啊 它是可以從中卡住 那你說那我盜版了 對不起 它這個 會從終端啊 就開始把它卡住 所以不是你盜版 就能盜得了的 那除非你自己研發啦 大家就要問 在我們天下大事 這個節目裡面 請問 光是研發 這個EDA軟體 要追上能夠用5奈米 3奈米 得多久 實話跟各位說 至少要12年 這還只是至少 至少12年 那麼 這就有了答案 美國想要卡住中國 在 晶片 或者叫芯片 或者叫半導引頁 再卡它 12年 這就等同於說 讓中國的好大一部分的GDP 硬生生的被撥回 美國 台灣 韓國 日本 荷蘭 甚至還有英國 德國的首相 它照顧的人呢 主要是他們 英國 撒克遜的血統 外加 日本 韓國 台灣 其他 進行的 進行的 當然還有一些 周邊合作的國家 包含呢 譬如說 挪威 瑞典 丹麥 芬蘭 或者是 澳洲 加拿大 那是局部配合的國家 那麼主流的 當然是我剛才所說的 這幾個國家 那中國在這裡 它完全把它排除在外 現在的問題是 哈索許可 讓中國在最近可以使用的 特別是在12奈米以下 到130奈米之間 這些是用來幹什麼 普通汽車 普通的手機 以及 我們一般用的 家用電腦 或者相關的電子產品 但是啊 三星跟台積電 還有Intel 他們早就已經進入到 另外一個製程的 程序了 這個製程程序 是目前為止 中國的中芯和海思公司搞清楚 那為什麼要換製程程序呢 一是更精細 二是讓一切的授權體系 跟設計體系不一樣 那為什麼還要換呢 因為中芯已經拿到了部分的製程 而且啊 這個拿到部分製程 還真的弄出個 7奈米的晶片 有些觀眾又問說那 6G跟北斗會不會產生什麼樣的關聯呢 6G和北斗 老實說 從美國的角度來說 他是千萬不想讓北斗連上6G 也就是說北斗充其量只能使用5G 那各位我剛才已經說了啊 只要6G和北斗一拉開 那就是100倍的速度 差100倍的速度 那可不是一般差距 也就是說我們想像一下螢幕吧 如果你用的是2K的螢幕 他用的是16K的螢幕 你認為 你臨時的遠方從螢幕上看 那差距會有多大呢 應該是無敵的大吧 既然 有這麼大差距 那大家一定想知道啊 它裡面的製程 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起來看 什麼叫GAA GAA 這個體系 和原來的FIM-FINE體系 請問有什麼差距 如果大家對這個不夠熟悉的話 你不敢看我們的手版啊 GAA這個體系 是為了整個從3奈米 2奈米1奈米 而設計出來的 毫無疑問的設計端 是在美國和英國那邊 使用端 當然主要使用的就是這三家公司 Intel 三星 還有台積電 那麼你認為美國 會讓這個GAA體系 交給誰呢 答案是 除了它許可以外 誰都不准 這樣說吧 三星也好 台積電也好 各位得一定程度上 視它為 是美國作為老闆 的台灣或者韓國分公司 再說一次 三星也好 台積電也好 表面上是屬於台灣 是屬於韓國 可是實質上 由於它的授權體系 就是來自於美國 配合一點英國 所以實質上呢 他真正的老闆 真正的最大股東 是美國 如果沒有美國 那這兩家可就 沒法 工作 你從 台積電 往下 連到什麼 聯發科 或者是所有的公司 包括 各種電腦 或者周邊事業 加起來三千多些廠商 只要這個龍頭一被鎖住 那麼全部大家都 沒有辦法動 這當然也就影響到 政治板塊 那麼我們再問 那麼會不會影響到 台灣海峽呢 答案是 必然會 也就是第一島鏈 他有沒有可能 運用晶片 再把他給牢牢鎖住呢 是的 他準備這麼做 可是畢竟啊 目前為止 目前的晶片和 潛艦還有航空母艦 還有許多五代戰機 他交互配合的情況之下 仍然沒有辦法來駐 中國的 200多艘的 大型水面艦 正因為是這樣 所以 他就會 在三奈米這個支撐裡面 花下更大力氣 使得大家 非得配合他 牢牢的 把中國 給圈在 從東海 到台灣海峽 一直到南海 而這三個海峽 或三個海域 還得保持 西方各國 和主要的貿易國家的 自由航行 我再說另外一個關鍵 全世界 百分之六十的 進出口貨物 他主要的航道 就來自於 東海 台海 到南海 這個通路上 對於美國而言 對日本而言 對歐洲 歐盟國家而言 沒有人 可以 讓 南海 台海 東海 任何一個部分 變成 內海化 這對於他們的利益 就會覺得是 極大的威脅 與迫害 也因為這樣 台灣 就變成極其重要 所以當年呢 在2013年北斗發展出來以後 以及 中國他自己可以登陸月球的技術 出現之後 表面上 美國是慶賀的 實際上美國呢 是倒吸一口涼氣 而且準備 發動他們的攻勢 這個發動攻勢 發的是什麼動 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 從5G以來的 美中貿易大戰 中國那邊會努力 來突破這個代差 所以美國想要在這10年 到12年硬卡住 然後先跑 AI的部分 下個問題就是 那中國可不可以彎道超車呢 AI 強AI 人工智能 以及機器學習 可不可以 在沒有 3奈米 2奈米 1奈米 晶片的情況之下 彎道超車呢 這是一個值得 討論的問題 也會影響到整個東亞經濟 既影響到中國 也影響到台灣 當然 也會影響到美國韓國 還有日本 這個答案 你心裡有數嗎 如果從邏輯和數學的立場 那麼各位 我可以這樣講 強AI和機器學習 以及人工智能上 他一定可以在這裡 產生破口 可是 如果是數學和邏輯 或不管是高等微積分 或高等數學 或者量子力學 這些功夫 或高等機率 這些功夫 沒有辦法突破的 那你就只能等 代差之後了 海荒鮑魚乾杯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 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想有折扣喔